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请来辉立政券董事黄慧杰黄师傅和我们视像分析 稍后再和黄师傅打招呼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讲一下大市 银行股 光复股和其他焦点股份 如果有其他股票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在分析之前记得赞好我们这条片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先看一下革命外围股市的表现 美国11月ISM非制组业指数不跌反升 市场忧虑联储局维持鹰派的立场 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 跌超过1% 而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跌482点 收报33947点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亦都创了近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标普500指数失手4000点 收报3998点 而反映中概股表现的金龙中国指数回徒 轻微跌20点 报6803点 至于欧洲股市就各别发展 转看重点消息 苹果公司据报考虑将部分iPad的生产线 由中国迁移到印度 而内地方面 多个省市都陆续优化调整疫情的防控措施 其中上海由今天开始 不再查核酸阴性证明 美国服务业加快扩张 市场忧虑联储局进取加息 国际油价连跌两日 纽约旗油收报76.093美元一桶 而布兰德旗油收报82.068美元一桶 回来港股 以月托证券形式于美国买卖的港股 同本港上日收市价比较 造价普遍向下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19157点 较上日恒指收市跌362点 最后看大行和上日不水的盘路 大摩根进多借的物馆股 碧桂园服务华润万丈获上条目标价 重新最新看21.98和46.79 而亚生活服务下条目标价超过4% 最新看7.59 维持减持评级 至于摩通就抢好燃气股 煤气获上条评级到中成 目标价看高到6.5 而新澳能源的目标价 就获条高看到120元 华润燃气就获上条评级去到增持 目标价看高4.3 最新看33元 港股昨天高收842点 北水连续两天正流出港股 规模增加去到14亿多 腾讯是北水减持最多的个股 上日正卖出的规模超过19亿 而小米李宁就继续被北水减持 正卖出的规模分别有9亿多和4亿多 相反快手就继续获北水增持 上日正买入的规模增加去到6亿多 北水对新能源车股的部署就有分歧 小鹏被正卖出超过3亿 而比亚迪就获北水正买入接近3亿 说完这么多消息和数据之后 就和黄师傅聊聊天 早晨黄师傅 早晨 恒指就处于21,400点的水平 其实和现在的指数相比还有接近2,000点的差距 而科技指数昨天都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就收报4,238点 增幅都超过9% 从上去到4,200点的关口 而消息上都陆续有利好的消息出台 看到内地防疫的措施继续松绑 多个地区刚才讲新闻的时候都宣布 如非必要就不需要查核核酸的结果 另外据报中国最快就会在明天再宣布10项的新疫情防控措施 今天都想先问黄师傅对大使的看法 看到近期股市就大涨小回格局 是不是都反映了市底偏强 而2,000点这个关口是否真是指日可待 其实恒指在10月底11月初 如果你留意那个日线图12月28日 到11月1日那3天 做了一个早晨之星之后 之后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见底信号 包括出现了早晨之星之后 先升穿一条10天线 跟着再升穿20天线 跟着10天线升穿20天线出现第一个黄金交叉 然后指数又升穿50天线 到跟着10天线又升穿50天线出现第二个黄金交叉 然后之后就轮到这个20天线 都升穿了50天线出现第三个黄金交叉 上个星期尾恒指就进一步是升穿100天线 那现在就等着10天线跟20天线 很快速地升上来 将来都会见到10天线 跟20天线都升穿100天线 再出现更多的黄金交叉 所以这个恒指见底回升的走势 其实已经是很明显了 也都持续了一个月 但是当然开始出现早晨之星见底的时候 其实就不是那么多利好消息的 因为股市永远都是走在经济业绩的前面 就是永远都是预先是反映的 所以过去由14500多升到昨天 19500多差不多升了5000点 其实都预先是反映着 刚才Vivian你提的那些利好因素 那如果利好因素继续持续 看回那个趋势还是一个上行趋势呢 那暂时我们是会维持一个乐观的看法 就是那个上行趋势还是持续的 没有理由茂茂然就说看淡 除非是出现一些转向的信号 但是现在还没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转向信号 每次回落都是好像Vivian你刚才说的 大涨小回回一回调整了那些短期超买的情况 又重拾升势 那以现在那个上行趋势来看暂时我们下一个目标 因为现在恒指都已经是成功收复了 收复了10天、20天、50天和100天线了 下一个目标我们就以250天线作为下一个的上网目标 那条市现在就在2600多点那些位置 但是你也预计了它不会说一步到位这样 一口气升上去 而是升下回下这样反复向上推上的 也预计了暂时都要提起250天线做一个参考指标 刚刚黄师傅就说到这个位置大概就是20600点的 大家都要继续看着暂时都是处于比较乐观点的情绪 因为都没见到有专向的信号 但是都不是一步到位的 有机会股市都是比较反复一些 但是就着指数上 我见观众朋友都有些问题 就是因为看到昨天夜期都跌了 他们就问 预料其实今天开市是否都是会跌呢 是啊 是啊 现在都见到那个期指就未成 在喊着有可能回回300点左右 因为昨天恒指出现了一个上升裂口 概括18,841点到19,035点 短期 还有昨天就是用那个裂口升穿这个19,000点的 那变了19,000点这里都有待是要再考验和整顾 那未来回视19,000点 甚至补回昨天的上升裂口呢 那个后市的走势呢 其实是更加健康 你看到最近的裂口都是呢 出现了上升裂口之后呢 很快之后就补回 补完之后呢 又可以重拾升势 那走势是都算是健康的 好像上个星期四 就出现了一个上升裂口 介乎18,645点到18,679点 在星期五呢 下回到18,503左右呢 就补回这个上升裂口了 那现在我想来着就看看等机会 看看它如果补回18,841点到19,035点的上升裂口呢 就都会是一个挺好的入市机会 那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补回这个上升裂口 如果我想大家的朋友之前已经走了货 或者是未入货的话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些位置做整顾 然后再买货啦 虽然就看到暂时 就期指就跌大约300点过外 但是呢 看到昨天都很多板块表现出众的 包括了内房物馆 豪赌股 科技股等等 其实11月累计的升幅 这些板块都是比较显著的 那想问一下黄师傅 虽然今天就叫做有少少的整股 但有哪一类的股份就可以长渣呢 我就觉得长渣看你 就是什么叫长呢 半年一年还是几年那样一路渣下去呢 那我就觉得 我不同意长渣这个货业 就算你看公用股过一段时间 说抗跌能力强 都一样在那个跌市里面呢 是一样下跌的 那我们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想着 就是买一只股票好像以前那样呢 就等一边 不需要你 就是放长 那就一定有得赚 现在那个政经环境的变化 是越来越复杂了 加上又有疫情这些不确定因度 任何板块的基本面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根本的变化 令到股价或者公司的前景是有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一个比较对自己负责任的投资的态度 就是要时刻去关注着 或者看着你拿着的股票 或者它那个板块的发展 就不是说就是选择了一只股票 跌了深水 想着长渣就完全不理它 它期间如果它的基本面变坏了 或者股价跑输大事 都不去采取任何的行动呢 我觉得这种做法我就不太贊同了 那王师傅都跟大家分享了 对于心态上的一些调整 可能这些市况之下 都未必适而长渣 不过有放的朋友 那你们都要继续留意着市况 而且都要继续关注着自己的仓位 那既然都讲开不同的板块 那先回答了一些观众朋友的问题 我就见他们都想问一下 关于科技股 尤其是一只快手 那刚才报北水流入情况的时候 快手都是近期北水的外股之一 那我见到观众朋友就问 究竟这只快手现价可不可以入呢 他昨天刚刚升穿100天线 那通常升穿一些重要的线位 或者是阻力位都会有后抽的 那加上今天的市场 有一些回落的压力 那你可以追求他回后抽100天线的时候去买 他的100天线就是刚刚在60元那些位 那看下会不会在大概60元到60.5元那些位 趁他如果有一个后抽 后抽100天线的时候 在那些位买入 那指示位的你就用55元10%以内来做指示 上面呢都是和大事看法一样了 快手现在已经是一步一步 一浪高一浪的走势 已经是成功地升穿10天、20天 50和100天线 未来就是以250天线为一个上网的目标 那他的250天线大概就在70元那些位的 那如果你60元左右60个零半买 在70元都有接近10元的预期利润 指示位55元那就是如果不幸运 跌出55元要指示的话 就大概输5元 5元薄10元的赔率就是一赔二 那轮直博空间呢都不差 那暂时呢 经价时段就跌超过2.6% 再说多次的位置给大家做参考 刚刚王师傅就提到 留意着条100天线60元左右的位置 作买入 而下方的指示就用了一成 就看55元 那上方就暂时看着250天线 就看70元的 那关于快手 这位观众朋友就可以继续留意了 另外也跟进了一些本地股 我都见有观众朋友问到 他们就想问到52元 那他就说他10.5元有货 就想要一个指赚和指折价 10.5元有货 即现在账面上就赚8多指 那走势上呢 就一个圆底 现在呢 都挑战着100天线 其实他都略是落后大市的 因为大市行政已经升穿了100天线 他到昨天呢 先叫做上市条100天线 但是RSI是强的 九天相对强的指数有84 昨天成交亦都有所增加 所以应该都可以是 升穿和企稳100天线的机会 都比较大 那就可以上网12元到12.2元 那如果你10个 它是10个零多买 10.5元 10.5元买 那就用10.08元做指赚 不穿10.08元的话 你就贪心些 看它将目标在上网到12元到12.2元 其实最近呢 我也想说 即是说 那个气氛好转了 很多股份呢 因为资金周围 找回一些落后的股份去买 那有些呢 那个升势都挺凌厉的 因为之前实在是 那个股值太过残了 那如果大家 就是低位买了 有钱赚的时候呢 那我觉得呢 可以是贪心些的 贪得其所呢 譬如说我定了一个目标 它又很快升到了 但是你看到它还有动力 那我们就可以贪心些 把那个目标呢 就算到了第一个定了的目标呢 都可以因事制宜地 不食辭 再把那个肚利目标上移 希望呢 是可以再赚多些 那因为这个也不是说 不确实地去不断上移的那个目标价 你也要看回它那个动力指标 如果一旦动力指标是 背迟了 转弱的时候 那你就果断地去吃虎了 那如果你的目标是 就是经过一次两次的上移呢 那你所可以赚到的额外利润呢 就会更多 那做这种做法呢 第一你就可以 有些人经常说 啊买股票敢输不敢赢 就是很多时候呢 赚少少它就急急走出去 赚了了 那后面那一拳呢 就错失了 那如果你就是看着 有帐面的利润 以战养战 咬着它一定的利润 再好像放风筝那样 把目标推上去 然后就可以赚多些 但是同时也都要订一个指责位呢 一旦它回头 撥穿你的指责位呢 就要去即刻 沽出所定的利润 我就会建议这一排呢 可以用一些这样的策略 是 那未必单单就套在一只大块活身上 这只52 其他股份呢 都可以参考一下黄师傅 和大家分享这个心态 看有没有机会呢 就推高指责家 趁着市场的气氛都回升了些 那就可以用放风筝的形式 那就可以推高指责 那最后呢 都跟进了三八八港交所先 因为都真的符合着大市 看到港交所的情况 都做得不差 我都看到有观众朋友就问到 港交所如果真的没有货 应该什么价位可以入呢 嗯 那就看它后抽11月那些高位 大概313到315那些位 上面你看250天 市场315 都刚好有30多元的 10%左右的预期的利润 跌穿300元 分输10多元就自善了 嗯 好 那暂时用这个策略 那就看看315 313-315 会不会是一个买入价 然后上方呢 初步看着350元 我们继续跟进市况 其实近期的市场气氛好 也有另一个利好的因素 就是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价格 都相相大幅上升 随着中国加快向重新开放经济的方向转变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回率 是自9月以来首次突破七算的关口 而中信证券都指出 当前人民币对美元回率的低位意见 短期内就会维持高位波幅震荡 长期来看 未来人民币的回率估值表现 将会是逐步主导内地经济增长 而人民币升值 会令到投资者购买力增强 现在都有大量的外汇 涌入股票市场 也想先问王师傅的看法 对于人民币近期的强势 其实有什么启示 或者短线有什么板块是最受惠呢 我看现在这段的强势 最主要就是美元转弱了 因为大家对联储局的加息的预期下降了 预期接近12月或者之后的加息 幅度就是半厘 慢慢的幅度是收窄 所以美元很明显就转弱了 所以这一阵人民币强了 就是美元弱的 如果下一个我都同意 刚才你说这个官媒的评论就是说 未来人民币还有没有再升值的空间呢 就要看回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表现了 就是前一段那个理好因素 就来自美元转弱的 对那个 还有美元转弱 我想也有个抱的 就是它 因为联储局 现在美股也会有两至三次的加息 所以这个美元也不会再大幅下跌 我相信你昨晚出了一些经济数据 是稍强的 也有令到市场对于联储局的加息 就有些动摇了 就是那个是否真的只加一半厘呢 所以昨晚美股也出现了一个回跌 所以人民币要进一步升值呢 就是要看回那个经济了 但是现在就暂时看的形势 应该是都有利的 因为全国各地都开始是陆续 在优化防疫的风控的措施 预计那些风控对经济活动的干扰 可以慢慢缓解 再加上12月政治局会议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展开 预计会有找经济的 找增长的政策 就会再出台加码 都有利是令那个经济 出现了一个复苏 因为以往其实都一直有些 找增长的政策是推出的 但是问题呢 那个风控呢 就令到这些 找增长政策的成效呢 就大打折扣了 你推什么都没用 但是如果你街上都不能出 那些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的话 那些政策是无用无之地的 那现在配合那个防疫风控优化 加上那些增长的政策 我想开始会在经济的层面 会改善回 那就可以进一步令到那个 人民币的执载继续回升 那一些 就是最近我们看到 比如说内房啊 内银啊 如果人民币继续回升呢 这两个板块都是可以受害的 其实基本上A股或者中资股来说 你的人民币回升 已经是少了一个过往的负面因素 就是那个贬值的因素 令到资金流出 起码这个好像等于止血那样 你止了血呢 你的人不再失血呢 那其他的病就慢慢去医 好 初步就看着人民币 视乎经济啦 看有没有机会继续强势呢 如果是的话哪些最受惠呢 可能就是中资股内房或者内银股 大家都要继续去留意人民币的走向 说完大事 我们都看一下 暂时期指就开了出来 恒指就跌306点 做19,211点 期指就跌242点 就报19,281点 刚才说的时候跌幅已经收窄了 大家都要继续关注着市 关注着市 转讲下今天的焦点股 要留意京东健康 看到年花清温的搜寻量 按年大增2000倍 另外也要继续关注光复股 因为深圳那边都已经说了 会大力推进分布式光复发电 留意车股 因为见到Tesla就否认 因为需求疲弱 就会在上海的工厂减产两成 考头都补充了Tesla 11月的中国销售量超过10万架 而复偿股方面 就据报内地最快明天 就会公布10项的放宽防疫措施 作为11月优法防疫20条的补充 至于海底撸方面 就建议特海分拆上市 公司考虑实物分派所有特海的股份 即是特海已经发行90%的股权 而海底撸将会在下个星期四 进行董事会的会议 我们先跟进京东健康 看到内地疫情防控措施有所放宽 带动京东健康感冒药、退销药、止咳药物的销量 其实有明显的增长 当中年花清温的搜寻量 刚才说超过2000倍 而内地都调整了防宽的措施 明天据报有10项的措施会公布 其实对线上医疗股的提振作用又有多大呢? 这些是短期性的 其实我在11月21日 在经济通上面 已经推介京东健康 当时建议买入价是63元 现在都升到80元以上 其实我反而看好它 不是这些短期 当时还没有预计防疫会有放松 如果你说我不是香港的阿南特 没有这个预示的能力 但是我看好京东健康和阿里健康这一类的 线上医疗医药的销售平台 因为我相信他们是可以 帮有助解决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痛点 就是看病难买药 过往很多医疗体系 就是以药养医的一个体系 令到医院是要靠药来去赚取利润 去帮补他们的医院的支出 所以药价一直是贵的 这个药价贵不但只是说 对病者造成一个负担 对医保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要国家埋单 如果你是可以立入医保 去claim那些药贵的时候 最后就是纳税人去埋单 所以过往政策上推出了一个集财 大量采购希望令到药品降价 另外近年也看到政策是鼓励 儲方药在线上去进行买卖 也都担心就是说 儲方药不可以乱卖 以及都怕那些药物的真理 所以之前有些政策是规范了 线上的处方药的销售 对于销售的平台的監管 也都是严重了 直至是增强病者在线上买处方药的信心 所以反而我会觉得这方面才是未来 就是中国有很多长期病患者 很多慢病的所谓都要是长期服药的 而且服药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 比如说脱辣膏、糖尿病那些 慢病是要一直吃药的 对于他们在线上可以买这些 治疗慢病的药是方便的 而且也可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去 买到的药品 所以政策上应该是 对他们更多的苛乎 所以从前景来说 如果你看到阿里健康最近公布的业绩 可以看到其中 它的自营医药平台的收入 就有两成的增长 而当中处方药的销量 就增长了四成多 所以这个都会是未来的 主要的增长引擎 你说现在刚刚疫情放松 对那些什么莲花清瘟 那些我觉得是一阵的 你反而慢病 你有慢症的疾病 可能你要吃几年药 没有人会吃几年莲花清瘟 其实11月的时候 黄师傅已经推介过这个股份 也当时可能说了原因 今次再跟大家说 看好京东健康 甚至乎阿里健康的原因 看到股价上 之前黄师傅建议过 买入价63元 距离现价80元 已经足足升了 差不多有20元左右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跟进股价 因为见到京东健康 其实上日的股价就大升到1.5% 现在高见82.9毫半 正正就是以1年8月12日的一些高位 现在股价其实已经大幅偏离了 调拾偏线 而九天的RSI已经上到78的水平 加上去年的8月 其实都没有见过82元这些水平 其实升到这么高 股份的抛上压力 其实是不是都大呢 跟你建议的买入价63元 已经有一段距离 如果有货的观众朋友 是否应该要及早离场 而没有货的就不适宜去高追呢 那这个RSI开始有点背驰了 成交价价还未背驰 昨天呢 正对82个教育管 成交价都继续創了近至这个 今年5月以来的新高 但是RSI昨天最高都是去到78.7 比起11月16日 当时RSI78.9 这一段距离的 就是当你开始出现一些 但是呢 出现刚刚的背驰 不代表它的股价 就会立刻见顶 就是如果你低位拿货的 那我经常说呢 钱是赚不准的 就是你可以买得多的 你可以分断去吃一些先 那如果不吃都可以 继续放纸繞 就看着两样东西了 看着那个动力 有没有就是 就是再明显的背驰 如果再明显的背驰 都不用说等它下来 挤到指责位去指责 而是趁它再升的时候呢 就沽出套利了 另外就定个指责位 来去鎖定利润 这些指定动作呢 也都是需要做的 那都要定一个指责位 还有看看如果有货 会不会建议去分断去沽货 虽然股价上 未必立刻见顶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货的话 建不建议现在去追入呢 我从来都不建议 就是如果我们是有能力 用其实分析六十几元 留意到京东值得去买的 那就是 起码一件事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高追股票 就是你发掘不了它 它刚刚起的时候 你发掘不了它 后知后觉 比我这么说 才会突然好像愚梦初醒 发觉原来这个股票升很多 但是如果你一早发觉 它是六十几元 升到八十几元 你贴在手上 你还未沽的话 账面上已经有二十块 倒下他 可以和他駁 这些高位八十元才去追呢 你要它再升二十元呢 升到一百元 但是呢 它回的可能性就会大 所以我从来都不建议高追 就是股票最好就是剛剛出現一個突破 適於微時的時候去買的 就是贏面高 輸面少 現在偏離十天線 超過10元 昨天也有一個比較闊的上升 然後算了 你錯過了就已經錯過了 市場上還有一些股份是參差起步的 有些走得快一些 有些是落後一些 那你就去找回那些落後一些的 不是說落後就買 如果長期落後 根本升不到那些股票 你就想都不要想它 而是開始追落後了 看到它有個上升的訊號那些 我就寧願去不斷 是辛苦一些的 就是你要不斷去找一些當起的股份 就好過去追一些已經是整個升勢 已經是升了一大段的股份 那那個直博率又會相對低一些 回落的風險又大一些 那我就通常建議這樣做的 是 始終論直博率來說 都未必很大 所以真的 如果要高了的話 都不建議了 那既然講起一些藥股 我們都跟進其他藥股 因為都見到觀眾朋友 都想問一下 尤其是就是想問 若明生物 2269 那觀眾朋友 買入的價位就是51元 他就想問 上網可以看到多少呢 但是看著圖 暫時都還未可以碰到一百天線 大概是57元這些位置 那上網應該可以看到什麼位呢 是的 那就對一些股票的那個上網價 究竟是應該貪心還是不貪心 大貪還是小貪 安分守己呢 其實你就要看它那個走勢是強還是弱 走勢強的 動力是強的 你可以貪心一些 進取一些 定那個目標定得高一些 而它真的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那你就賺多一些了 但是有些動力不夠的 你定到目標很高沒有用的 它始終都達不到 你還害你錯過了它 本來有些錢賺的 因為你定到目標價太高 它升到一個低一點的目標就升完了 就回頭了 但是你呢 就以為你是太進取 以為它會去到一個更高的目標 就是這樣等等等等 錯過了一次套利的機會 甚至是由贏變輸的 所以我覺得若明呢 它都是屬於弱勢股來的 你很簡單的嘛 可能用兒童平均線那個排列去分強平約 現在恆指升穿100天線 速勢上市 指數就介乎100和250天線之間 如果那個股價還是在100天線以下的 徘徊的 那些就是落後的 都是偏弱的股份 如果那個股價已經是上到250天線 好像 都有的 像京東那樣 是說9618 或者是京東健康 那些就是強勢股 強勢股你就可以貪心一些 如果你已經有錢賺的時候 可以把目標定得高一些 但是若勢股呢 你就要安分一些 不要太過進取 那就若明呢 其實它的股價呢 正如剛才Vivian 你也留意到 就是到現在都未能夠上到100天線 所以就顯示它的 RSI也都是弱過人的 現在很多股份的RSI已經去到 70多 80多都有 它是先得66 還有呢 昨天上過73 今天都下回66 所以呢 我會覺得 就不要將目標定得太高了 我都是看大概55至57元 昨天的高位就是55.3毛半 如果升得穿這個高位的 上到100天線 現在100天線大概是57元 那就可以賺多2個多元錢 那你 因為你51個多買的話 你現在賬面上不是說 就是有很多的利潤去 它是51元是不是 還是53元 51元 51元 那你現在下回53.9元 賬面上來都是兩個多元錢 所以就目標定得太近了 指賺位呢 就可以用52元來做指賺 嗯 暫時就初步了 用52元做指賺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昨天的高位 55元的高位 因為始終也有三微跑輸過市 論一些技術指標的分析上 可能一些天線位置 甚至乎RSI 都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 弱勢股就有弱勢股的一個指賺方法 希望觀眾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也跟進了其他的生物科技股 就見到 觀眾都想問這隻9926 他就說這隻 康芳生物B仔股 他就說 昨天入的30.8毫半入了 那是否需要現在去估出呢 因為見到今天 跌市之下 還有超過2%的一個升幅 我都會建議先吃了 因為它的圖有一點頭頂的 因為RSI就已經是出現了背遲了 就它11月18號股價 升了36.5毛半 RSI就背遲 還有最近呢 就那個成交啊 RSI都明顯是倒了下來的 RSI已經是跌回了50 還有 由上個星期四開始 就三支陰燭的市升呢 都跟不上 趁著現在呢 有幾毫子賺呢 我覺得呢 都應該是 吃了先 安全一些 那論安全性呢 都有建議今天可以先吃了先 那看到市呢 暫時跌幅就收窄了 恒指正在做19,385點 跌著126點的 大家繼續跟進著市 始終就跌幅收窄了 我們剛剛就跟大家看了一些強勢股 其實都不如跟大家跟進一下 逆市走藥的一些股份 就包括了新能源股和光復股 看到呢 近日光復股的股價都比較弱勢 似乎就是和近日有些利膽行業的消息都比較多有關的 而畫面上呢 我們都整合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 美國商務部其實上個星期五就指控了 四間的中國太陽能企業涉嫌避稅的問題 其中就包括了比亞迪 其後呢 比亞迪都出來回應 就說事件只是屬於初步的裁定 就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其實外媒都報導涉事的中國企業 包括了比亞迪 雖然港股比亞迪上天的股價就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在中美的角力持續底下 其實都想問一下黃師傅對光復行業的看法 其實是否始終他們的發展都是有些阻礙重重呢 這樣看呢 本身現在中國也是大力推動著這個光復啊 封電啊 這些綠電那些項目的建設 那個需求呢 無論是中國或者是出口呢 美國方面也是 因為之前那個油價 能源危機 所以現在都醒悟呢 是要大力發展它自己的光復的時節 但是呢 一時三刻呢 它的太陽能電池那個的 就沒有那麼快 說起就起嘛 所以都有一段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 講回美國對中國那些太陽能電池 要升級關稅呢 就已經是公佈了一段時間 但是就對四個國家呢 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簡報債呢 是暫時不需要徵那個關稅 因為美國自己都這段時間又要搞光復的 但是又沒有足夠的資產的太陽能電池去支持那個光復發展 所以它都留一些空歸給自己 某些國家進口的 就不需要抽關稅 但是呢 都是暫時不抽兩年 去到二四年呢 估計都是會對這四個國家呢 都會照樣實施同樣的關稅 因為到時候它的太陽能電池 可能已經可以自己有足夠的供應 就不需要依賴盡口了 其實一定是考慮到這些關稅 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 才用關稅來去保護 每個國家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那麼中國的企業也看到這個政策那 我們叫法律那 政策那 就將一些太陽能電池 那些設備就拿去這四個國家組裝 組裝完呢 就變成是由那些國家出口 就去避稅了 那這件事已經 我看資料呢 就走了十年了 做了十年 不過美國現在就可能中美關係 如果關係好的 隻眼開隻眼閉 不理你 不去吵 不去搞你 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挑剔 去查 甚至可能將來有罰則 這個會是一個 但是我想它短期 美國都是要依賴 即是如果它要快些 推動多些的太陽能那些發電 它一定還是要依賴盡口的 所以可能就是說查說查 但是還是會保持進口 暫時不會影響那個量 甚至可能你現在有些中國企業 趁著它現在還沒有說要收那四個國家 還沒有收關稅 快點趕緊出多些貨 反而還可能有利那個銷售 但是現在擔心的呢 就是反而是功過於求 就是明年你見那些多貞規的那些 規價就是這樣升 但是呢 那些相關的股份 一隻貼音能科技30000 一隻新達能源1799呢 那股價就是跟那個規價是完全好像背道而馳的 這個就是反映市場擔心未來那個多貞規和規料的供應呢 是會大增 因為過一段時間 那些企業見到規價這麼高 都不斷地擴大它們的產能 去希望賺多些 但是當明年那些產能集中 新的產能 集中釋放出來呢 令到供應大增 而需求趕不上的話呢 尤其是美國如果少了 它們自己搞了 不需要減少了進口呢 這個會是一個 可能有一個拐點出現 所以這個板塊我覺得就是有一個隱憂的 所以要小心 始終這個板塊上都會有的隱憂在 雖然就說消息都比較初步一些 但是都要繼續留意著真是時貸的發展 看到未來有機會就是這個光復的板塊和行業 都是有供過於求的情況 大家就要小心點這個板塊 看到今天時間上都差不多了 看到大市繼續跌幅 都收窄了 剛才曾經好像想轉燈感 但是現在暫時都還在跌100點過外 暴跌19405點 時間上差不多了 今天都麻煩黃師傅 和我們都分析了很多不同的個股和板塊 想問一下黃師傅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呢 都沒有的 麻煩黃師傅 先和黃師傅說再見 在節目完結之前 都要提提大家了 港交所上50點起 就暫停中環交易廣場外面顯示屏 市場數據顯示有3分鐘的默哀 而數據方面 大家都要留意 澳洲央行公佈議息結果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緊貼最新的市況 和了解如何部署資金 再一次多謝黃師傅上來和我們詳盡分析 下午的Hot Talk 1點鐘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Hot Talk 1點鐘